我們這一集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要講那個 想講什麼? 新加坡的李光潛博物館 李光潛自然史博物館 對不對? 嗯,李光潛 我們講新加坡之前 我想把場景拉到美國 為什麼?太遠 為什麼? 我講給你們聽,我講個故事 以前啊,我有一個朋友 是德國人 德國老 然後我這德國朋友 他在美國威歐米那邊挖恐龍 他就在那邊有土地就挖恐龍 然後就挖挖,他那邊 大概他的土地已經挖了20多年了 然後大概他覺得能挖的 都挖的差不多了 這一塊土地就把它賣掉 賣給誰?賣給我美國的朋友 那我這美國的朋友 跟他的一個德國的 也是德國的 兩個人就合買了那塊土地 然後合買了以後呢 他們就重新採探 結果一採探,結果找到一個小山頭 結果那山頭 那個,就是他們初步一看 嚇一跳 因為那個山頭啊,就是下雨了以後啊 就是整個那個 風化沖刷了以後 結果露出了一堆骨頭 他們預估有幾十具恐龍 幾十具? 他買那塊地 買很便宜嗎? 很便宜啊 因為原本賣他的人是想說 想說挖光了 挖光了 挖光了 然後沒有了 趕快找一個人 趕快把這個土地賣給他 割韭菜 對,割韭菜 對 那原本賣的那個人知道嗎? 後來應該知道 他也知道啦 他們會評估啦 但是他 就是因為他已經採探很久了 在那邊挖很久了 像那個 上野那個 東京科學館 不是有一個涼籠嗎? 那就是那裡挖的 是喔? 對,就那邊挖的 然後那邊挖的 確實挖了很多 它是那個 那個Morrison Morrison Morrison Formation 那侏羅紀地層 所以那邊會就挖 主要是找那個 像梁龍啊 跟伊特龍啊 這些的 那也確實也找到不少 然後因為 長期在那邊 找了大概二、三十年 所以 能找的找差不多了 所以就 土地就賣掉了 結果 那個土地賣給下一組 是我們的美國朋友 那跟德國朋友合買 那他們兩個呢 就 就是 很年輕啦 尤其是德國朋友 很年輕 他不知道對方已經挖了 大半年 知道 我們也都知道 那個都挖光了 那個 你買那個土地 所以他賭信 一定有 也沒什麼賭信啊 土地也不貴嘛 就當時 土地也不貴 然後他就 因為 就是一股熱情 他就 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 結果他們去找 就找到那個小三頭 結果那小三頭 經過重新沖刷了以後 就是自然沖刷了以後 結果露出了幾十具的恐龍 傻眼 他們挖都挖不完 他說 Kiko 我中大獎了 我這個 我一輩子挖這邊都挖不完 然後後來在中東那邊 蓋博物館 就賺了很多錢 後來就退休了 然後退休了以後 半退休了 然後在 歐洲就買個古堡 在古堡裡面就放很多化石 等一下他幾歲退休的啊 他跟我年紀差不多 比我 應該好像比我小一兩歲 Juray Mon 然後那個 帥帥的 小伙子 也來過台灣 也來過台灣 然後就很有趣 我會在歐洲碰到他 我說欸你退休了 買古堡 對啊對啊 他說人生很短啊 我要享受我人生啊 我就靠黑 那我那個 我還在那個 二次創業 哈哈哈 但是為什麼會講到 黃耀明州 美國 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不是 挖到個小山頭嗎 然後他在那小山頭 這邊挖挖挖 他那個 quory很有名 叫Queen Quory 就是那個 一個就是 侏羅紀的地層 然後他在地層裡面 就 又挖到很多恐龍嘛 然後他在一個小地方 挖到什麼 挖到三隻恐龍 兩隻大的,一隻小的 兩隻大的,一隻小的 然後這三隻恐龍 他們在邊挖 然後就是邊清理 然後把一隻莊架起來 他們就想說 這三隻恐龍是一家人 是一家人 要一起賣一下 對,他要一起賣 所以他就到處去找 那個 就是買主 但是他希望賣給 博物館 就是公家的博物館 或是私人的大型的博物館 就是賣給博物館 覺得這應該要給博物館 然後後來他因緣際會 就知道說 新加坡好像在籌辦一個 新的自然史博物館 就跟他聯絡了 就聯絡上了 大概在2011年 後來新加坡大學呢 就我們這朋友 就是那個陳博士 陳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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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館長 陳館長 然後呢 他就奉命 就到美國去看 去看了看什麼 看這個恐龍的完整性 然後再來就看這個 那個 那時候還在圖裡嗎 還在圖裡啊 他還在圖裡的時候 他就去 有兩隻還在圖裡 一隻已經出來了 對 一隻出來 一隻出來裝甲 看那個品質 然後還有他那個完整性 還有就是 這個買賣合不合法 就是他如果買了 然後那個 那個拿回來展示有 合不合法 但是他去看的時候 其實他們還沒有錢 很有趣喔 就很有趣 就這個場景 就你看 就先是那個 德國人把這土地賣給美國人 美國人挖到一堆這樣 然後挖到一堆呢 然後呢 然後同時就挖到一個家族 有三隻 兩大一小 然後那個就 找到了新加坡 新加坡去 還沒譜 沒錢這樣 但他想要蓋博物館 他看看要多少錢 他就去了 去以後 然後知道這個恐龍很難得 然後還在地上 然後有一隻挖出來 但是他後來知道價錢 就當時的價錢 三隻吸腳類恐龍 兩龍 一個family 我們那個朋友 給他開了一個 很優惠的價錢 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知道 猜一下 我知道 多少 800萬台幣嗎 沒有了 太便宜了吧 800萬台幣 800萬台幣 800萬美金 等於是兩億多 三條兩億多 對對對兩億多 快三億 不到三億 那一條不到一億 對啊便宜啊 其實是很便宜 而且很大 它那個大的一隻二十五六公尺 非常大 你去現場看過了嗎 看過 看過 很大 那知道價錢以後 那這三隻 這誰買到它 就會變成一個亮點 因為是原件 它很有故事性 所以呢就是 當然新加坡的自然史博物館 會想 會希望可以買到它 但是 第一個要解決錢 他們沒錢 這樣 然後沒錢 那我們話在 回到說這個 李光錢自然史博物館 以前這個 他們這個博物館名字 不叫李光錢自然史博物館 叫什麼 新加坡大學自然史博物館 對 但它全身是來福 那個來福寺 喔 來福寺自然史 對對對 來福寺自然史博物館 全身是這個 大概在兩百年前 就來福寺 它很多的一些 收藏的這些 珍奇的 動植物的標本 都給這個 我們今天是不是忘記開場 開場 對對對 開場 大家好 我是老蕭 我是小蕭 我是Joanne 我是小編 好那我們就進行我們今天的節目 萊伯寺是一個人嗎 對一個人 對很有名 那個萊伯寺那個飯店 新加坡的創國的偉人之一 就是一開始它 就是英國跟亞洲之間的 對 最重要的港口就是在新加坡 那負責經營這個地方的人 就是這個萊伏寺 對它在新加坡有那種 像國父這樣 有點類似那種角色 對 萊伯寺在新加坡 你很 在很多地方都會看到它的名字 街名啊 博物館名稱啊 Hotel名稱啊 都會看得到 萊伯寺它收藏這些物件 後來就是 捐出來嘛 捐出來以後 那時候是由國家博物館 暫時做收藏 然後收藏完以後 它把自然史這部分 本來要賣掉 然後後來呢 就轉移給新加坡大學 由新加坡大學去做一個保管 那保管完了以後 那時候我們有去參觀啊 有啊 有去新加坡大學啊 它那個物件很多耶 好幾十萬件耶 感覺比較老式 比較老式 然後它的物件 就是比較密集的在做成立 但是很豐富 很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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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擺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想說要蓋一個 因為新加坡沒有自然史博物館 沒有真正的自然史博物館 沒有真正的自然史博物館 好像有科技館 但是沒有自然 有科技館 對 我們在科技館還辦過恐龍展 我們有去參加嘛 對 然後也去參展 那 他們就一直想要有自己的自然史博物館 後來就開始籌辦 這個錢啊 因為你蓋那個建築藥的錢啊 後來是找誰捐你知道嗎 誰捐 找那個李光錢基金會 李光錢基金會 李光錢基金會 對 就蓋了這個建築 這個建築大概花了台幣一億多 是自費嗎 還是他們新加坡比較習慣用那種 就是自酬啊 就是政府給我多少錢 他這個自酬比較多 大部分都自酬 而不是政府出了錢 陳館長他們來台灣找我們說 那時候是2010年還是2011年 我忘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很忙 我們剛完成了台灣博物館 沒錯 當年我們剛完成台灣博物館 所以他們來找我們 然後來看台灣博物館 然後來去看科博物館 然後看我們的商業的經營 就是他們來取金啊 所以我們就帶著他們在台灣 就去了我們很多的點 還包括動物園 讓他們去參觀 參觀同時也做很多的交流 因為他們主要交流叫做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這個博物館的建物 這個設計案已經發包了 那在當時呢 那時候他來台灣的時候 你還記得嗎 他們那時候還沒有買到 還沒有籌到錢買到那個恐龍 但是已經知道 有這一家人 對 有這一家恐龍在 他們想要取得 所以還在湊款 那他們湊款呢 是透過公開的那個募資 募款 公開的募款 這個在台灣好像不行 就是企業主願意捐錢就捐這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 薪酬蓋一個博物館 博物館 然後就有沒有人要捐 對 對 到處去跟企業務 但這個建物呢 李光泉基金會說 好那我捐 所以就捐了 兩千多萬 兩千多萬 五億多 捐了以後 他們又看到那個恐龍 那希望就是 那個社會大眾來 就是可以來捐款 讓他們可以擁有這恐龍 因為我就是 那時候聽他們講說 我那還沒有 那個八隻還沒一撇 但是他說 他們很想要這三隻恐龍 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要回去再去募資 默默幹這樣 那這個募資呢 後來有上報 那我今天要講這個 李光泉自然史博物館 所以上網查了一些資料 我查到當年的報紙 很有趣 這報紙是星期天 那個刊登的 2011年10月7號 禮拜天 2011年差不多 對對對 它上面就直接講說 本地博物館要買三恐龍 三條恐龍 希望李光泉自然史博物館 在2014年落成的時候 國人就是新加坡的國人 可以不需要到海外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真面目 新品恐龍這樣 但是呢 前提是 他們必須要先湊足 這個 一千兩百萬元的經費 這個 新加坡幣 新幣 那他直接用這個報紙的影響力來募款 對對對 那最後這錢誰給的 應該是企業主吧 最後這錢呢 後來呢 我不知道這個民間捐得怎麼樣 但是後來 主要的錢還是由李光泉幾千塊來捐 捐了館又捐了恐龍 又捐了恐龍 所以這個名字本來 這個自然史博物館的名字本來是 萊佛寺自然史博物館 後來就因為它是捐錢的大戶 李光泉是李光耀的誰啊 沒有關係 對對對 李光泉是新加坡的一個大善人 在新加坡非常厲害 然後他賺的錢就很多拿出去捐出去 然後去支持做教育啊什麼 他的岳父你查一下 他岳父更厲害 是一個大富商 主要是在抗戰的時候 那時候是抗日嘛 抗戰的時候 他岳父捐了一百多架戰鬥機 一個人喔 一個人 然後捐了一千多台坦克車 然後捐了一百多億 按牛吧 他一個人就可以打仗了耶 對啊 他一個人就可以打仗了 他一個人就可以 那時候可以把好多國家打下來 很厲害耶 這麼有錢 他意思是要告訴大家 他真的很有實力 非常有實力 那後來李光泉就娶了他女兒嘛 然後他岳父很欣賞他 然後把女兒嫁給他 他岳父一直到李光泉 在新加坡影響力都非常大 果然 也是一個大善人 那他們的基金會呢 也做很多的 在教育上做很多的支持 所以這個李光泉自然使播館 這個名字就獻給他 那他這個賤物呢 就是由他們來出資 然後後來 就是他們去美國看了恐龍啊 就是那個Henry的恐龍 然後一看到恐龍是真的 然後這個買賣又合法 然後這個恐龍又太難得了 然後還有很多恐龍還在地上這樣 所以他們就決定募資來買 李光泉基金會已經捐了錢 給他們蓋這個博物館 對 所以他們不太 就是不太指望說他們還會再捐捐 讓他們買恐龍 所以他們就希望透過 公開 就是對民間募款的方式 讓大家來支持 你看像這樣喔 像這樣的事情 其實在台灣不太可能發生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工部門不能對外募款 對啊 但是在新加坡可以 然後在日本也可以 前陣子不是那個日本的那個上野科學館 他不是那個經營那個什麼 錢不夠嗎? 然後前陣子新聞不是鬧很大 所以就請大家那個捐款 結果那捐款在瞬間 啪就來了好幾億 這樣就民間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就解決掉他們資金的問題這樣 那我們不是去美國披茲堡 還有像 Smithsonian 對 它光是在下 那是下機場嗎? 對 因為它下機場那個披茲堡博物館 對 就弄了一隻複製品的暴龍 對啊 然後它的那個底下 就有點像那個許願池 很大的捐獻箱 然後裡頭各式各樣的錢兵 就是捐錢的話 就把錢往那個許願池丟 對對對 然後就很丟 所以你仔細看它裡頭很多必別對不對 對對對 什麼錢都有啊 對啊 就一隻暴龍 站在一堆錢上面這樣 對 就是他們的博物館 是可以對外募資 就是對外湊錢的 因為這博物館經營啊 這也是在教育上 所以他們是有 有博物館的 有民間的力量 讓這博物館 有預算 有錢 所以他們就可以買很多的 這個 標本 標本 還有設備 去renew他們的設備 做更多的事情 但台灣呢 不行 台灣這 台灣應該是不是有博物館法去 去把它約束住了 主要是台灣的工部門 就是公家單位不能對外募資 不能主動對外募資 所以民間可以主動捐錢嗎 民間可以主動捐錢 可以捐 但是他 對 那今天比如說 柯博物館說 欸我想要買一條恐龍 那我要募資 不行 對這不行 但是民間也不會 無緣有的捐錢給他們 比如說那個 友人某某某 他要買一條孔 要捐給柯博物館 可不可以 可以 主要就是那個 法令的關係 但這個法令要修改 蠻困難的 我有跟 法律專業人士聊過 是挺困難 不是不能修 但這個是事情很大 所以相對比較困難 但是民眾呢 就是民間主動捐 那是可以 這樣 主要是這個差別 好那今天 比如說像 李光潛自然是博物館 因為他建館在寄 然後他需要一些大型的館長 那這些館長呢 他們看中了 然後沒錢買 那他們可以主動募資 那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法令是可以的 那台灣就不行 那他們募資也成功募資到了 然後後來就是由基金會來出錢 李光潛基金會來出錢 就買下了那三隻恐龍 很厲害 所以那三隻恐龍現在在博物館裡面 它是李光潛自然是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主展品 主要的展品 那三隻恐龍 其實進去蠻震撼的 非常之難 那三隻恐龍都有名字 對啊 各別取名字 對 那是老外取的 就是我們那朋友取的 大隻的 最大隻的叫阿波羅 然後第二大隻的 那個叫做 Prince 那個Prince 然後小隻的叫小不點 叫Twinky 小不點 小隻的大概十公尺 怎麼覺得小隻的取名有點隨便 有一個 小不點叫Twinky 對對對 所以這三隻 然後都在懷耳迷那邊 一起挖掘出來 就在我們那個朋友的那個 他的那個feel上面就挖起來 所以就很有趣 所以這個 其實這世界不大 你看我們 我們一個朋友 把第一賣給那個美國朋友 美國朋友挖到以後 然後把這三隻恐龍 結果後來我們 新疆朋友把它買下來 然後買下來就發現 然後中間我們 間接的都有參與到 那為什麼印象很深刻 是李光泉自然史博物館 他們在2011年到2014年 這當中呢 在籌備跟建設的當中 就是他們的團隊來台灣 其實來了很多次 來的主要是 一個是跟我們採購展品 那它那個糧龍上面 釣的那個翼龍 那就是我們做的 對 一個有齒翼龍 無齒翼龍 複製品 複製品 但是在一些 就是他們的設計裡面 有一些可以用到我們標本 我們就會支援它 所以我們也支援它一些標本 就在模型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們主要都是在增標 就是那個 真正的那些骨骼 或是皮毛 這是他們的強項 因為他們光這些產品 就幾十萬件 他當初建館的時候 他就有這些標本 對 那個就是他們陸陸續收藏 從萊伏寺開始 然後再到新加坡大學的 萊伏寺自然史博物館 在這當中 因為它歷任有很多館長 然後沒有館長喜好不同 有的喜歡收節肢動物 有的喜歡收海洋生物 對 有的喜歡收鳥類 但它主要的這些生物 主要都是來自於 新加坡馬來西亞 就是整個東南亞這邊的生產 所以它展品其實夠多 它只是缺一個 主要的man piece man piece 因為這個恐龍到哪裡都喜歡 那個小朋友都喜歡嘛 然後如果有恐龍在 這個man piece一撐起來 這個館就很有精神 然後小朋友 因為我們對於小 我們在推廣教育 我們是希望他們有一些 很重要的物件 吸引大家能夠來 然後我用這個去吸引 挑進你的好奇心 然後同時呢 在想辦法就是 做一些有趣的教育 可是應該博物館 都要一個吸引人家去看的 對啊 比如說我們去柏林 就一定要去看那隻史博物 對啊 每一個博物館都有man piece 這樣 那我問你 柯博物館的man piece是什麼 大王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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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因為它東西太多 所以感覺就是很多 講不出主題 講不出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那我直接想到 當然大王猶豫 大王猶豫 厲害 但是在自然史博物館裡面 它厲害不厲害 不厲害 它是其中一個物件 它有大藍金的物件嗎 很難當man piece 也是 那古靈指向厲害不厲害 厲害 那是一個模型 那當初是 就是IVPP他們來協助做的一個模型 就是複製品 以後應該會 它需要有一個 大家會因為它而來看的一個物件 它不是一個原件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在想 就想到那隻Cocoro做的會叫的暴龍 還有那個迅猛龍 那它是ROBA 我知道啦 那個騷暴龍 是啦 對 但走的來講 它並沒有一個非常具象的man piece 像如果你今天去台博物館 大家知道就黃河巨龍 就是它最大的印象 那是視覺印象 但是我說 就是一個博物館 它收藏重要的標本 展示的重要標本 比如像你剛剛講 柏林的獅竹鳥 就獅竹鳥有柏林標本 就全世界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會慕名而去朝聖 那你一個博物館 它要有一個很重要的增標 讓大家會慕名而來 對對對 那相反的 如果我們今天觀看 其他的一些歐美的博物館 像英國自然史博物館 你想到了會是什麼 英國自然史博物館 一樣啊 也是那隻獅竹鳥嗎 也是那隻獅竹鳥 英國 太多了 瑪莉安妮的那一面魚龍牆 對 那個海爬牆 然後那個獅竹鳥的倫敦標本 然後它的大廳的那個藍金 然後 然後它大廳的那個秦龍 它太多了 它太多man peace 它是一個世界級的超級博物館 每個廳都有一個主題這樣子 對 它很多的物件 你可以就是那個朗朗上口 然後它的那個珍奇廳裡面 有那個達爾文的手稿 跟它養的那個鴿子的骨骼 然後全世界發現最早的恐龍 那個蟹龍的牙齒 它太多物件在裡面了 都是寶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典型的自然史博物館 就讓人吸引人的地方 那你要說一個博物館的man peace是什麼 對啊 你講一個博物館 像比如說像 像李光潛他就可以講 他就講 這三支就是他的 對這三支是他的man peace 而且是增標 我們不要講複製品 複製品他不能做man peace 不能算 他只是視覺印象而已 沒錯 但是一個藏品的就是增標 李光潛博物館就是三支的兩樓 在那邊 就印象深 就夠了 那他其他原本 經過兩百年來累積了這個 幾十萬件的標本 這就是他的館長 就是他的這個真實力 對就是他的 真實力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吸引人家眼球的東西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的博物館 就只有現在目前來講 還是擁有真實力 但是沒有一個man peace 可能大家 對沒有博物館都有真實力 但是缺乏 主要的man peace 吸引人的man peace 有man peace 對man peace 你說科博物館厲不厲害 超厲害的 他很多重要物件 但是你說不出來 他太多 但那個太多不像那個 就是你們講的真實力啦 但是他並沒有展出來 也沒有被表現出來 就很可惜 是不是 像那個在海之兵 最近剛剛策展的那個 對 就有點火力展示的意味 其實真的東西很多 很多 火力展示的意味 但是要有一些 讓人印象深刻 一講那個就是 喔那是科博館 一講那是台博館 要有這樣的東西 對大家會因為這個物件 我在表達就是 要有重要的藏品 對 比如說像那個在海之兵 你講 他們最 最有看頭的那個 海白河單獨一個team 然後 勾局石也是很大一間 但是很多博物館都有 嗯 這樣沒那麼大 就是 就不會說 海白河然後就想到科博物館 對啊 勾局石想到科博物館 就要講我們上次提到的 德國的那一家 對啊 比如說那個 剛剛講到那個大王魷魚有沒有 對啊 那我們在現場看 哎呀好棒好棒喔 那應該所有台灣人 講到大王魷魚都會想到科博物館 對 所以那就是他的名字 你如果 你看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館以後 你會發現大王魷魚好像基本款 哎 幾乎每一間都有嘛 大型的自然史博物館 都會有嘛 那個紐西蘭的那個博物館 澳洲博物館 大王魷魚一躺在那邊 有了很多隻油 還沒有擺出來咧 對啊 有的 對啊 還拿來吃咧 沒有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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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抹香精的食物啦 嗯 那這個李光淺 自然史博物館 我們剛剛講 就是他的前身 然後後來他的main piece 怎麼取得的 這樣 然後我們很榮幸 也有間接參與到 參與到一些 那後來我們去參觀了 就 終於去參觀了 去參觀了 那個 他的參觀 事實上就是 他是需要預約的 對 因為他每天有做燃流管制 咦 我們怎麼去的時候沒有預約 你應該是 可能剛好比較幸運 對 他有做燃流管制 他這個燃流 有時候是太少人 不想開 有時候太多人 你進不來 反正去你要預約啦 但那個 我們上去沒有預約 就是那個 他們館長 就是開了門 讓我們進去看 咦 咦 咦 我聽到的是一個走 走前門 走前門的故事嗎 走前門進去 公門政大走後門 我們也有貢獻一些東西 不過那時候進去 真的還蠻shock的 就是整個館的氛圍真的很棒 所以我喜歡那個博館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很典雅 然後它是一個標準 小而美的自然史博館 它不大 它不是太大 但是它從建築的設計 就很有藝術性 對 該有的都有 對 就非常有藝術性 它一個 像一個大石塊 然後破了一角 在破口部分 有那個植物這樣長出來 然後長出來以後 它再長出來 它是 你仔細看 它是一個樓層 一個樓層 一個樓層這樣 很漂亮 進去以後呢 它所有的展品 就是它的單元 跟單元的陳列 跟展品的布置 很藝術性 然後它的用色很典雅 你去過嗎 有 你是不是用色很典雅 嗯 蠻喜歡的 那個灰色系啦 還有它的生物多樣性強 就是它那個 一進去那個門口 一分泥欄 都很漂亮 那整個這樣看完以後啊 你知道我對它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是什麼 我喜歡它那個古董櫃 它古董櫃非常漂亮 我對它印象深刻的是 他們以前 研究人員 他們去那個 野外去做生物採集的時候啊 他們穿的衣服 他們用的那個望遠鏡 就以前那些老東西 他們有拿出來成立 他們有留下來 對 在二樓 在二樓 然後我在二樓 我還看到什麼 我很 shocked 我看到 華萊士的那個採集的標本 筆記本 華萊士採集的標本 華萊士那個Wallace 採集的鳥 華萊士 但是所有讀生物跟那個地址的應該都知道吧 嗯嗯 來你講一下華萊士 那我就補充華萊士線喔 它其實這個華萊士線喔 一開始是華萊士這個人啊 他在馬來西亞 這邊做研究生物調查的時候啊 他發現喔 這邊不是一個島鏈嗎 就是長長一條 然後有很多很多很多小島 然後他發現其中有兩個島 他們之間非常近 大概只有30公里 在地圖上看起來就是 隔著一條小小水溝而已 然後這兩個島 他們的生物像差非常多 就是巴黎島跟他左邊的那塊島 生物像一模一樣 他跟左邊那塊島 也是隔大概30公里那塊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植被啊生物像幾乎一模一樣 然後一樣 在右邊的那塊島呢 龍木島 對龍木島 他的生物像差了50% 就是有一半不一樣 所以他就覺得 這裡好像有一條 紅溝 隱形的線 對隱形的線 就把這兩個生物像完全隔開 那時候他還 不完全清楚知道是為什麼 不完全清楚知道為什麼 是後來的人呢 他們開始就是對海底深度啊 開始調查 海底調查 對 開始比較詳細之後 我發現那邊的水深啊是150公尺 你知道 冰期的時候海水面下降會下降多少公尺嗎 30公尺 沒有那麼少 80到120 這時候的台灣跟大陸已經連起來了 台灣 是從可以台灣走到大陸去 台灣水 台灣水到大概平均深度大概80 對 然後水深呢如果下降到120的話 那整個海峽都已經變成陸地了 對 那時候的這個 巴厘島跟旁邊 分開來 對 就是那時候的生物 沒辦法走過去 包括植物啊 植被啊 然後路上的動物無法走過去 對 所以才會有那麼明顯的生物像的區隔 然後這就是華萊斯縣的由來 對 所以西邊的生物比較跟亞洲大陸比較接近 對 就是海水面下降的話 從巴厘島以左 就以西 對 跟東南亞整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那邊的生物像 比較接近 對 那榮木島以東 這邊就跟 新幾內亞 對 澳洲 對 那邊比較接近 對 大致上是這樣 喔這樣了解了 所以呢 那個當初我們在二樓看到這個 Wallace的採集的那個鳥啊 我嚇一跳 我說你們居然有 那個Wallace採集的這個生物 然後我對這個館就印象深刻 這個就感覺到非常的尊敬 因為就是這些標本都很難得 當然當時那個華萊斯他在做 在東南亞在做生物採集的時候 他是以新加坡為他的基地之一 他新加坡馬來西亞 然後再一路這樣到印尼啊 在這裡 都在這個地方去活動 所以他在做這個生物相觀察的時候 他慢慢就體驗到 他怎麼體會到這個生物的演化 你知道嗎 他就是做了很基礎紮實的生物調查 對還有就是他有一次生病 他生什麼病 蛤 你要聽病音是不是 他有一次生病 發高燒 然後躺在床上就呼冷呼熱 他就突然想起來 他12年前讀過那個人口論 你知道人口論嗎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很有名啊 人口論 然後這個人口論他主要在講 就是說他經典就講說 這個族群的個體的數目快速成長 然後會超越自然資源的成長 就是當你這個族群一直在成長 超過自然資源的成長 你這個族群就會有問題 就會帶來災難 然後帶來災難 他就想到那個Wallace 呼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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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 其實很多人就突然 那個開竅 都是在那個發燒的時候開竅 他就想說 用這個角度來思考的話 這個生物的這個演化跟存留啊 那如果呢 這種自動發生的程序 會改變種族的話 那每一代列等的生物一定會被殺死 然後優秀的就會存活下來 就變成逝者存活 這不就跟 悟驚天者 對啊 這不就跟達爾文的這個想法是一樣的嗎 然後在這樣這個狀況下 他就想出了這樣一個理論 他就把他所悟出來這個 他就寫了一篇二十頁的論文 就寄給了達爾文 所以他在寫 悟出這個道理的時候 達爾文的演化論已經出來了 還沒 還沒 他正在寫 然後他還 還沒寫完 這兩個在當時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為什麼知道 因為他們在發現這個 他要寫出文章 他要發表出去 他是有殺頭的可能 殺頭 對 因為那個時候是神學論 對啊 就是神創造這個世界 創生論 對啊 那這個創生論 那如果 你去那個講一個演化論 什麼的 挑戰 你不就挑戰神權嗎 對 那這個 那個教會那些 勞不過你啊 對啊 那整個社會當時 對不對 那個在之前還有燒 就是 巫婆 燒巫婆的嘛 對不對 哇塞 就是他就利用這個神權 他這個權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要去講出這個 這個自然的這個演化 事實上他們要很思考 所以我覺得這個 在當時是很偉大 那他不是 剛不是 我不是說他 把他的想法寫一個 20頁的這個論文寄給達爾文 同一年的6月1858年 那清朝的時候 達爾文自己的這個著作 他也寫了一段 寫得差不多了 然後他們在7月1號呢 就一起在這個倫敦的林奈學會裡面 發表 發表跟宣讀 然後 但是發表宣讀呢 Wallace在婆羅州 他沒有在現場 他是用記的 郵寄的 那那個達爾文呢 達爾文在現場 沒有 他在辦他兒子的傷事 他也不在現場 那這兩個文章 在當時都被公開發表 公開發表 那兩個人都不在場 那發表完了以後呢 他們的見解 就當時都 就互相都知道了 就當時見解是一致的 然後 這個事件 讓達爾文最後呢 就加快的 發奮圖強 加快的去寫 他那個重要的 那個物種起源的這本書 500多頁的物種起源 所以這兩個人是 在當時 他們都是這個天者 Nature Selection的 共同 共同的發現者 這樣 非常重要 在演化 演化論的這個上面發展 做了很大的貢獻 所以 當我在倫敦看到達爾文 養那個鴿子骨架 還有他的這個手稿 還有在這個新加坡 李光潤自然史博物館 看到這個Wallace 他的這個 他採集的這個鳥標本 哇 那時候就肅然起敬 哇 這兩個博物館 居然有這麼厲害的一個標本 很厲害吧 我看的角度跟人家不一樣 當然李光潤博物館的館長 特別人賴我 就剛剛 他說那三隻恐龍要講一下 我說當然會講 那你 remain peace 我糾正一下 你剛剛說那個 阿波羅尼亞是 是爸爸 其實他是媽媽 阿波羅尼亞 阿波羅尼亞 他是媽媽 Prince才是我爸爸 是Prince 沒有啦 那個是 一廂情願這樣的嘛 我記得之前 他們就有提到說 是爸爸媽媽跟一個小孩 會是一個family 不能講公母不知道啦 不是 你不能自己用人類的預設券 還沒有研究出來啊 沒有研究那是公母的啊 大家去看就看熱鬧嘛 一家人 那一定有爸爸媽媽跟小孩 一家人可能是兄弟 他的意思是說 當初館方 就是想要把他們擬人化 就縮造成一個family 爸爸媽媽跟小孩 對啦 但是就公母不知道嘛 那個後續還要研究嘛 那也可以說是三兄弟咯 蛤 不是啦 那小才十公尺 薯條三兄弟 什麼可能三兄弟 反正就是很厲害的三隻恐龍 然後這三個恐龍呢 就都是原件 保存在那邊 然後有趣的是 他的那個頭啊 那個成體 應該是阿波羅吧 他的頭太完整 太難得 很難得有西角類的恐龍呢 保存那麼完整 那個完整的頭呢 原始埋藏放在下面 讓大家參觀 所以你可以很近距離看到 這個 戴著圍炎 對 戴著圍炎的 梁龍的頭骨化石 所以掛在上面那個是複製的 那是複製的 對 就跟我們做那個藍金一樣 對 我們把掛在上面的 用複製的頭放在上面 圓件頭骨放在樓地板上面 讓大家參觀 這樣好有趣喔 那他那個館裡面呢 就是他有 有十幾個大單元 然後每一個 比如說有海爬啦 有植物啦 有截肢啦 有哺乳啦 這樣 然後還有那個海洋金屯啦 這樣 那他的金屯呢 有一個大的那個 巨型抹像金 當時是 我記得我去看的時候 他們標本剛做完 那個油紙還在上面 會滴到人這樣 會 出油啊 出油出的蠻多的 蠻新鮮的 就很新鮮的一個巨型抹像金 大概十公尺吧 然後他們的展示很好玩 那個巨抹 那支巨型抹像金 他 可能 是被那個 船的 那個 船槳 打到 對 船槳 打傷 然後把他一個錐體 打碎 他被錐有一個錐體 沒了 沒了 就打碎了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 一支 對 一支錐體 放在那邊 然後把那個錐體發光 發光 就是提醒觀眾說 這種方式也不錯 海洋的生物呢 就受到這個傳破 人類的這個活動 也受到很多生存上面的壓迫 那個展示很 讓人印象深刻 但是他這個博物館主要還是在於 就是推廣科普 就誘發這個小朋友的好奇心 所以他有很多單元呢 都讓小朋友可以摸 比如說他有一個大的橘石 圓箭 讓你摸 直接讓你摸 對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象的頭顱 圓箭 也可以摸 讓你摸 然後有一個恐龍的腿骨 圓箭 讓你摸 然後有一個大雲石 然後把它框 就是那個鏈起來 讓你摸 所以他有很多可以摸的單元 也不錯耶 你說好不好玩 這個博物館是非常有趣 然後非常藝術性 然後非常有質感的一個博物館 那我剛剛 我稍微再講一下 就是這個博物館的設計師是 意大利 不是意大利的 是他們新加坡本土的設計師 對對 對 叫 名字叫薇薇 然後它有一些展示的地方啊 比如說 它那牆很厚嘛 它那個把牆 就是 穿孔 就挖了一個窗 然後那個窗呢 就是由大到小 到小的那個遠端端點 就是它要表達 它要讓你看的那個 聚焦的東西 對 聚焦的物件 那個牆的另外一端是那個植物嘛 它就讓你看那個活體植物 它從那個聚焦 然後去看 然後它這個建築呢 它的展示的燈光打得很好 很有味道 對 非常有味道 就每一個單元燈光打得非常好 我記得它整個場地偏昏暗 然後整點的時候 那三條龍還有那種燈光秀 燈光秀 對 有燈光秀 然後那個上面的翼龍還會 飛上飛下 沒有 沒有 騙的 有聽到我們這一集的一些朋友們 如果有去過的 可以在我們底下留言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聽 對 這個館呢 很值得去 然後也很 也值得支持 那個要門票 我們很樂意花錢買門票 對 而且不貴啊 對 這門票也算是支助他們 那另外他們 還有一個賣店 這賣店 我們以前也有供貨給他們 有供貨給他們 前陣子還有 之前還有供貨 記得還有我們的貨在那邊 前公司 前公司 後來我們也有供貨 我們有供貨嗎 後來記得剛開 沒有 好那剪掉 前公司有了 我們還拿 沒關係 現在李館長如果聽到 現在繼續要供貨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供貨 對我們還是很多貨 對我們還是可以 而且我們現在要貨更多了 貨更多 而且更成熟更棒 對 很多新的 一套一套的東西 可以直接送出去 對往你那邊送 然後這個館呢 在新加坡大學裡面 那你參觀這個館 完了以後 你可以去哪裡 可以去看 新加坡鳥園 鳥園 鳥園 動物園 我覺得那個鳥園 跟這個館 可以綁在一起看 那個新加坡鳥園 超級推薦 超好玩 這我們下一集講 你可以看完這個鳥園以後 然後你隔天 大概一天就沒了吧 那你晚上你就去那個 游 Night Safari 就去游街 或是去 然後你隔天去看 新加坡動物園 然後晚上去看那個 夜間動物園 這是一天 那新加坡動物園 你看一天 你看得完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把那個 河川生態園一起看 河川好玩 我覺得河川是可以玩的 對 那一直玩到 班物園不要走 然後在那邊 然後繼續玩那個 夜間動物園 那這樣一天結束 那那個鳥園 它是單獨的行程 所以鳥園可以跟 比光泉自然是 博物版一起看 然後另外就是 你還要去看那個 濱海灣植物園 那個太子的看了 那個也很經典 那個一定要去看 那就是City Tour 對City Tour 那濱海灣植物園 完了以後 你還可以有時間 你還可以去看那個 應該先去看那個 新加坡植物園 一個植物園 看完以後去看濱海灣植物園 因為濱海灣植物園 開的比較晚 濱海灣植物園 是那個大玻璃屋嗎 對 大玻璃屋 有瀑布 有那個香菇頭 有那個香菇頭 那個發電 那是香菇頭吧 那一顆叫做天空樹 天空樹啊 它是發電用的對不對 太陽能用 真的 就太陽能啊 你去看了沒有 有有有 那很經典 那也是後期 然後有那個 音樂秀 音樂燈光秀 對 所以它適合晚上 也可以晚上去 嗯 所以這些可以看 還有什麼要補充 新加坡旅遊 我們下一集一起講 一起講 可能會講動物園之類的 我記得上次去 動物園河川生態園 跟鳥園三個一起講 等一下 新加坡是不是還有一個海岸 我去的地方多了 啊 新加坡有個海岸啊 對啊 叫什麼 聖桃沙 對聖桃沙 聖桃沙旁邊那個海岸 有很多餐廳嘛 啊對你有帶我去 我有帶你去那邊吃 有一個海岸 我們在那邊吃 對啊 而且還要去吃好幾次 好啦你們回憶一下 我們自己就先到這邊 OK 就要強回憶 對 反正新加坡去很多次了 值得去 好謝謝大家 我是老蕭 我是小蕭 我是久安 我是小編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